這裡好熱鬧喔 漢爹我們今天來到哪邊 吳爹妳有聽過一句話叫做 一虎二鹿三龍甲嗎 有啊 然後呢 然後呢就是這個 讓妳猜一下 來 這個是什麼 動物嗎 動物嗎 對 是一個動物 動物猜猜 牛 牛 接近了這個方向去猜 對… 等 有耳朵嗎 兔子 這樣妳都可以猜兔子 那不然是什麼 是鹿 這邊是鹿港 這樣是鹿 對 一點都不像 明明就很像對不對 虧妳還是電影明星 好 不然我再出一題考妳 好 好不好 好 妳知道這個鹿港呢 它是早期非常厲害的 三大城市之一 為什麼 妳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5點我直接rap給妳聽 趕快點 妳會rap嗎 當然 我會的東西太多了 妳什麼時候會 打主板 想連天 話說鹿港柳山多 五季小吃名醬多 親自還未有個頭 港口貿易就往來多 人多錢多夠繁榮 對 明明就數來寶 真的還整排第二 等五點妳就這樣走 到底有沒有聽說 五點 等一下 我還沒講完嘛 好不好 五點 我剛剛還沒講 因為在鹿港呢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商業 趕快點 我們難得來到天后宮耶 當然好好誠心的拜拜 怎麼可以這樣大聲說話呢 好… 拜拜… 好了 我剛剛已經拜完了 我們去吃東西吧 我還沒有拜耶 這位大哥不好意思 我們在錄影耶 對 我知道 因為製作單位要我 拿一份東西給你們 妳看看 有禮物 太熱情了 還有禮物要送我 好棒喔 什麼禮物 謝謝… 謝謝大家… 你們今天在鹿港 有三關的遊戲 那三關勝出的人呢 就可以到 住豪華旅館 不太亮了 妳的一個 提示 這個是提示 對 就這樣啊 我的是猴子 我的是一個蝦子 是不是要去釣蝦場找猴子 蝴蝶和蝶 你們兩個就不要再亂猜了 什麼去釣蝦場找猴子 你也幫幫忙 這個提示其實很簡單耶 這東西在鹿港超有名的 在老街啊 可是隨處可見它的蹤跡喔 你們兩個不要再閒逛了 趕快去找找吧 這整樓啊 蝦子 蝦子 一個猴子 一個蝦子 怎麼找 好多吃的喔 老闆…我要這個… 各一份 蝴蝶 我們都還有任務在身 都還沒想出來 妳看到吃了就馬上就是 妳幫我拿一下這個 謝謝 謝謝老闆 謝謝你 妳要想一下嘛 到底提示是什麼 就一直在那邊吃 那妳現在在幹嘛 還滿好吃的 真的假的 對 妳眼光不錯耶 對不對 我的也好好吃喔 厲害 隨便找就隨便好吃了 炸得好酥喔 好好吃喔 蝦蝦蝦蝦 我剛剛在這袋子裡面發現這個 為什麼 我們看一下 這是當單啊 對 對 鹿港傳統之旅第一關 抓到十隻公蝦蝦 所以剛剛那個只是提示 這個才是 這個是題目啦 我們這個是題目 這個是題目 這是題目而已啦 可是什麼是蝦蝦 不知道耶 蝦蝦 不然就去前面看看好了 再去問問看好了 好喔 到底在哪兒 公蝦蝦 這個根本沒有頭緒吧 對啊 來啊 蝦蝦 來 我又穿這個菜很好吃 來 有吃的 謝謝 看到吃就故事了 很好吃 好好吃喔 好味 來吃一下 好 老闆娘這是什麼醬啊 這個是蝦蝦醬 蝦蝦醬 看點這是蝦蝦醬耶 對啊 怎麼樣 你沒有聽清楚 這是蝦蝦醬耶 只有妳能吃 我不能吃 不是啦 妳看題目 等一下啦 妳剛剛說什麼 蝦蝦醬 什麼 蝦蝦醬 就是我們要找的啊 我們要找這個什麼 公蝦蝦對不對 阿姨 那妳知道哪裡 可以抓到這個公蝦蝦嗎 我知道 認識一個那個抓蝦蝦的 他很棒 可以幫我們練做蝦蝦 對… 我們要闖關了 我幫你把這盤菜吃完 好… 好 你幫我們打電話 不錯… 蝦蝶你終於發現 蝦蝦這個東西了 可是我不得不說一下 你們這兩個傻瓜蛋 其實剛才漢典吃的 就是炸蝦蝦 這可是最具鹿港地方 特色的美食呢 誰知道你們兩個只顧著吃 竟然都沒注意到 甚至敗給你們了 這大姐請你們吃的 蝦喉醬炒空心菜 也是超美味的特色料理喔 現在大姐要幫你們聯絡的 就是在鹿港唯一一位 利用傳統方式 在抓蝦喉的獨臂達人喔 你們待會兒就跟著黑龍大哥 到潮間帶去好好學習 怎麼抓蝦喉 怎麼分辨公母吧 我們要來抓蝦喉啦 抓蝦喉 我一點緊張 怎麼要教我們抓蝦喉 好 我們現在先看蝦喉的洞 好 看 要用蝦喉爬 把它爬起來 爬起來看蝦喉洞啊 真的有耶 對 真的有一個洞一個洞這樣耶 這就是牠們的洞嗎 對 有耶 怎樣 你看 直接就有了 有耶 你拿 會不會咬人啊 會咬人嗎 會咬人嗎 不會啦 抓到了 大哥好厲害喔 這就是蝦喉 蝦喉長這樣啊 長得好像蝦子喔 胡蝶漢店 我看你們兩個台北小孩 應該是第一次來體驗 這種漁業生活吧 現在黑龍大哥 帶我們來抓的這個蝦喉 大部分都是分布在苗栗以南 雲林以北濱海的沙泥灘喔 大哥現在要先將蝦喉的棲息地 圍起來 然後再利用馬達沖水 就可以一舉將所有的蝦喉 沖入網中囉 你們兩個不要光看嘛 要去幫忙啊 蛤 蝴蝶怎麼辦 怎麼 原來是要補我們兩個 我們被圍起來了 等一下水就沖我們了 對啊 怎麼辦 他就過關了 沖你一個人就好了 耶 我現在要來挖蝦喉了 讓你們看一下 我們兩個的驕傲 哈欠加油 耶 我來挖蝦 來 不好跳 這不好跳 來 挖蝦了 大姐說你挖蝦了 難怪挖不順 因為挖蝦了 挖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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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也挖蝦了耶 妳看看 這麼快 你挖蝦了 所以我們是逆向操作 挖蝦了 反而挖得到 好 好不好 好開心喔 真的有耶 好啊好啊 你們兩個天兵 就在繼續玩呢 我看你們也沒有 很想過關嘛 那精品旅館 就讓我去住好了啦 大姐他們好像處理好了耶 快去把網裡的蝦喉 抓起來吧 抓蝦喉了 抓蝦喉了 抖一下 再抖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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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黃心 你們看 我現在就是知道 什麼叫樹大片是美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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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方法 真的是最有特律的耶 比一隻一隻這樣鮮好 好大隻喔 妳看 我們現在呢 已經把所有的蝦喉 都抓上來了 妳看到沒有 滿坑滿谷的蝦喉 大哥 那現在妳可以教我們 怎麼要分辨什麼是公的 什麼是母的 公的 公的母的啊 公的 看腳對不對 是不是牠的蚯比較大隻 就是公的 對 然後母的比較夾 這樣子 這樣子看 對 所以我們要比賽了嗎 對啊 像譬如說這隻可能是公的 因為我們偷跑 然後我 不怕被它夾喔 小心 真的很危險很危險 真的假的你被夾到了 有很痛 對 這個要注意 牠要爬出去了 我來救牠 真的 真的 被妳偷一隻 真的還是不太好分耶 怎麼辦 又沒人贏 對 過我的手 對 等一下 真的 完蛋了 五蝦已經後來居上了 完蛋了 怎麼辦 我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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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慢了 八 姐贏了 十字 十字 大哥我抓好了 全部對 全部都對了 來 所以這一關是我獲勝的嘛 恭喜漢典 獲勝了 這是你下一關的提示 蛤 下一關的提示 就一個海綿寶寶 什麼 怎麼會是漢典贏啊 不是啦 我是說 恭喜漢典拔得頭籌喔 蝴蝶 你還真是膽小耶 這麼小小隻的蝦喉 你也不敢抓 你看大哥都在笑你了啦 真是的 接下來這一關呢 應該也不難 這個海綿寶寶 到底是什麼題目呢 跟你們說啦 鬼老街去找一找就有答案囉 蝴蝶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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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你找到了是不是 對呀 等等 你看 蝴蝶你在幹嘛 不是 我們現在在闖關耶 對不對 你不是吃 然後就是穿 不是嘛 蝴蝶我們今天來到是 懷舊之旅你看 懷舊之旅 當然要穿一下傳統的蝴蝶 是不是很漂亮 真的好像滿好看的 不如我也去穿一件好了 好啊 我的媽 蝴蝶 我還以為你真的找到題目了耶 沒想到你給我玩起變裝遊戲來啦 欸 不過你說的也對啦 來到鹿港之傳統之旅 有很多這種傳統的服飾店喔 看看蝴蝶和漢典 穿上這復古服飾 還真的好有feel喔 不然 我也來去挑兩件帶回家好了啦 喔 還蠻帥的耶 蝴蝶怎麼樣 OK嗎 哇 要甜點耶 蝴蝶和漢典一隻手把 換這一起 送你離開 你全一起玩 好帥喔 那我就跟著你離開囉 拜拜 欸 切到了 蝴蝶不是啦 你不能這樣就走掉 欸 先生先生 不好意思 你這件衣服是要刷卡還是付錢 欸 不好意思我 我換下來好了 我換下來換下來 哈哈 漢典你糗了嗎 我看蝴蝶要迎頭趕上了啦 趕快把衣服換下來 跟著去找海綿寶寶吧 哇 鹿港傳統之旅第二關 製作捏面人就是這裡了 找到了 找到了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把門拿 收起來看你就看不到 我就贏定了 老師你好 你好 我是蝴蝶 是不是要來跟你學作捏面人 才可以過關 就像這樣 好 好可愛喔 你們看 是毛毛蟲和蝴蝶的家族耶 超可愛的 而且實實如生 老師你好厲害喔 但這樣子對我來說會不會有點太難 我想要學做蝴蝶 然後直接採幣這樣 先把竹籤那個職業 先把它做出來 兩個顏色來交叉 不經意的就黏好了 你看 對 然後就把它剪七這樣 我沒有看到 怎麼弄的 要壓扁 壓扁 壓扁 然後轉轉 然後轉幾千就好了 對 好 好 這…蝴蝶 這不過就是做個枝葉而已 怎麼你就可以捏得歪七扭吧 你這樣有辦法捏出一隻漂亮的蝴蝶嗎 可千萬別在施老師面前丟臉耶 這位施老師啊 可以說是台灣的國寶喔 老師說 捏捏人在他們家已經有五代的歷史了呢 話說回來 漢典怎麼還沒找到咧 人呢 對 原來我們第二關是要比賽捏滅人啊 蝴蝶 你怎麼可以自己作弊先跑來偷捏呢 我… 我沒有… 我只是先持得點 我哪有偷捏 我哪有 快 我也要來捏 我也要捏 好 那我就捏毛毛草 你捏蝴蝶 好耶 好 我捏毛毛草 那老師 好 那就捏完了 那他要捏什麼 我請問你 漢典 你晚來就算了 還想叫老師幫你做 要不要這麼偷懶呢你 你看蝴蝶都快完成了 你要做的這個毛毛蟲 看起來雖然簡單 但要做得像老師一樣 讓它栩栩如生 還是很難的 為了拿下這關鍵性的第二分 漢典 你一定要加油喔 捏捏人 捏捏人 捏捏捏人 捏一隻蝴蝶 捏一隻毛毛蟲 妳後面再唱哪一首歌啊 老師老師 我們都做好了 看起來應該是蝴蝶 姐姐那個蝴蝶 而且老師你看喔 還有加分題 這個是共玩 而且你看喔 兩隻就變成鼓棒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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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誰獲勝 應該不是蝴蝶 謝謝老師 咚咚咚 老師 那下一關題詞咧 魚碟和漢碟為了能入住高級旅館 各出其招 不要走 來… 老闆看點去哪裡 你可以照我去嗎 好 所以你要看著這個座 我要看著這個座 坐地 老師 那下一關題詞咧 嗯…就這個 首先從上面貼一個鼓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知道啊 吃個烤玉米好了 最後也沒裝電 恭喜蝴蝶拿下了第一分 現在蝴蝶和漢碟一比一喔 接下來這貼著鼓字的手電筒 代表著你們獲勝的關鍵耶 快去尋找下一關吧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一個鼓 然後又手電筒 是不是鼓時候的手電筒 古老的手電筒 老闆 這個好可愛 小桌子小椅子耶 桌子可以組合 蝴蝶 對 這是童彎 這是積木嗎 然後積木 對 然後我組合給你們 看好不好 好啊 好啊 蝴蝶 你怎麼每次都這樣 又跑來玩對不對 你要拿一個給我 因為我也想玩嘛 我沒忘記你 你也忘記我 對不起啦 連童彎都不給我玩 好了 對不起啦 拿一個一起玩嘛 這個可以組合的這樣 對… 對… 拿起來 這麼多椅子還有桌子耶 一道家具 過來要去動動 很簡單 桌起來 你們怎麼這麼容易就分心啦 不過也是啦 在鹿港老街這裡呢 有很多好吃好玩 又很有復古風味的小攤販 每一攤都各具特色 也難怪你們總是 無心尋找題目了 話說回來 蝴蝶和點 這個古老的一隻玩具 看起來好難喔 你們兩個這麼呆…不是 這麼天真單純 你們會玩嗎 完成 弄我贏… 陳漢丁 我好聰明喔 我怎麼會輸給你呢 蝴蝶你太厲害了 你知不知道 你們這邊有沒有什麼 古老的手電筒 有 有沒有這種東西 有 就是古的手電筒是什麼 是鹿港燈籠 燈籠啊 老闆那在哪裡 在那一邊 就在前面是不是 對…在那一邊 謝謝… 好 蝴蝶你真的太聰明了啦 對啊 這邏輯能力非常強 真的不簡單 對啊… 我好厲害喔 好啦 那你自己先慢慢玩 好 我先到前面去吃個小東西 沒關係 你要走 對… 老闆看你去哪裡 他去找燈籠 他去找燈籠 你知道在哪兒都不會 對啊 我知道 那你有機車嗎 有 你可以載我去嗎 好 蝴蝶我不得不說 你真的是太聰明了 嘿嘿 這個古老的手電筒啊 就是燈籠啦 這位老師繪製燈籠 可是非常厲害的喔 鹿港天后宮前悬掛的燈籠 也是老師繪製的呢 不過這個手繪燈籠感覺很難耶 要你們來到這一關 會不會太為難你們啦 這是製作單二要給你的題目 謝謝你喔 謝謝老師 好開心喔 來看一下 鹿港傳統之旅第三關 製作創意燈籠 所以老師意思是說 誰畫的燈籠好誰就可以過關是不是 是的… 太棒了 我要趕快開始 太好了 這一次終於比蝴蝶早一步了 我用跑流過來好喘喔 他在這邊做銅腕 你慢慢去做吧 我趕快來做燈籠 太好了 好 不好意思… 等一下再錄影 檔案要錄影 檔案我鏡頭了 等一下 不是 不是 你怎麼在這邊 我用跑的過來 你怎麼還比我快 老闆騎機車載我啊 趕快… 趕快開始了 你要做什麼 我… 我做… 做它 是… 誰就在深海地搭 放進你 海綿寶寶 是… 海綿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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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看著這個座 我要看著這個座 作弊 不會啦 好天大喔 漢典 身為工作夥伴 不要說我沒有提醒你喔 這個題目呢 是說要做創意燈籠 你光明正大地拿老師畫的 海綿寶寶燈籠來照畫 這個怎麼能算是你的創意呢 倒是蝴蝶畫得還真是認真 看來這一分你是勢在必得喔 加油… 完成了 海綿寶寶寶VS大豬頭 不是這個可愛小粉紅小布 對啊 我跟你講很緊張 對 這個是關鍵的一分 誰贏就贏了 對 我的作品其實呢 不是海綿寶寶 是我的製畫像 有沒有 OK 老師… 不有創意嘛 誰贏… 漢典哥哥有點抄襲的那個味道 所以 在這方面 創意方面 我們就扣兩分 扣兩分… 扣兩分的話也有個… 給姐姐獲勝 耶 蛤 就… 好開心喔 可以住飯店了 謝謝你小豬妹 那你們今天來鹿港遊玩 有沒有去過那個鹿港的百年糕餅店 吃吃看 還沒有 因為我們今天一整天都在比賽 要去吃吃 不吃很可惜 真的 創者老師這句話 那我先走了 太會了 那我也可以吃嘛 那一起走嘛 老師謝謝喔 就在外面轉腳嘛 轉腳就對了 好轉腳遇到糕餅 對… 還轉腳遇到糕餅咧 陳漢典 你還有心情開玩笑喔 你現在是輸了 所以想藉由大吃糕餅 來轉移難過的情緒嗎 來到鹿港的百年糕餅店裡面 真的好香喔 而且裡面很好玩耶 你看 還可以玩象棋 好 實際先來一盤吧 我就直接把你的豬吃掉 快 我只吃一隻豬被你吃掉 沒關係 我直接把你的帥給吃掉 鵬 蛤 我贏喔 不 那不管 我要把這些東西都吃掉 它是可以吃的耶 蛤 這個可以吃 我們剛剛在玩的那個可以吃 這是鹿港最傳統的口味 綠豆糕 真的可以吃 我覺得很好吃喔 我要把它這個泡給吃掉 像這個喔 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東西 是清朝的一個點心 叫做鳳眼糕 鳳眼糕 清朝都是那個蛇蛇啊 什麼在吃的 真的是沒有錯 因為在那個時代呢 所以非常有錢人 才有辦法吃到這種糕點 對啊 你看像我是雙眼皮 一秒鐘變鳳眼 有沒有看到 好爛喔 OK了 這個就是我們鹿港 最有名的牛蛇餅 牛蛇餅 你看它裡面好多層喔 我們在以前呢 那種一般的農工商階級呢 我們就吃牛蛇餅 一般的男人是牛蛇餅 是的 吃牛蛇餅 我就只能吃牛蛇餅 對啦… 你們兩個多吃一點 聊久一點喔 讓我有時間慢慢 邊吃邊買糕點 哇 這麼多好吃的小茶點 帶回家給我媽媽 她一定很開心啦 哇賽 蝴蝶漢典 你們也買了這麼多 大包小包的 是準備晚上開派對嗎 收貨滿滿的 好開心喔 漢典你走 準備好要去睡車庫了嗎 還沒 還沒 沒關係 因為我已經準備好要去睡大床 還有去游泳了 好開心喔 那你慢慢做心理建設吧 來 這個你幫我拿 好多喔 還要我幫你拿 可憐的漢典怎麼你老是輸呢 連我都開始同情騎你了 那個我的那一袋 你也幫我拿一下好了 我們先去旅店等你囉 好大的環境 好軟的床喔 好大的環境 好軟的 這是我的床 妳的床 好大的椅子 好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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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們看 你們看 還有自己的貴妃 也好適合我喔 你們看 你們看 好大的貴妃 也好適合我 好軟的 好軟的 這是我的 你不可以做喔 另外 進廁所看看 哇 好大的浴缸喔 可以泡澡 好軟的 那全部都是你的 那我的 抱歉 那妳好朋友一場 我都幫妳準備好了 別擔心 有喔 需要 浴缸 這真夠意思 這個朋友沒有白交的 我先走走吧 好 浴缸謝了 我的房間是 這是你的房間的 就這樣 不用謝我了 拜拜 不是 浴缸 好棒喔 還有豐盛的晚餐 浴缸 浴缸不好意思喔 自己享用了 好開心喔 浴缸 浴缸不好意思喔 今天又是我贏了 這麼大的房間 這麼大的床 一個人住 真的好舒服喔 蝴蝶 沒關係啦 其實我都是讓妳的 這代表我的身世風度 哪有 妳坐著捏面的人 明明就讓老師偷笑 還是我的比較創意 不是嗎 妳在抓蕭猴的時候 妳看看妳抓錯幾隻 達人都受不了妳 好啦 我們兩個是半斤八斤 怎麼跟專業的老師 是餅呢 也對啦 鹿港就是一個 很古色古香的地方 古蹟也非常多 大家有空 真的可以來復古一下喔 別忘了 還是要繼續守定 悠悠西遊記 好吃又好玩